Hello,大家好,我是Dina 然后这次呢,我们Insert要给大家做的Gadget Remem 是我手上这一台的Google Pixel Slate 近年来呢,Google它跟着出了Pixel 3的智能手机 在与此同时,它也推出了它这一款首款的平板电脑 然后因为这几年,我觉得Google做的还是不错 它不光在智能家电上,然后智能电子产品 都有了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所以呢,这一款新的虽然是个Tablet 在刚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呢,与其竞争呢 还是有什么很强烈力的对手像Windows Surface啊 Apple的iPad啊 但是看,首先我拿到这套产品的时候 感觉它的外表还有是所有第一印象都还不错 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来看一下它的性能是如何的吧 好,开机 Google Pixel Slate它拿在手上呢,你能感觉它不是很重 而且它的圆角设计还是挺不错的 它的声道呢是上下,也就是左右两个声道 这一边呢是,这边是这个电源开关的上面 然后这边是一个,这边是一个指纹识别 还是蛮不错的,指纹识别是在这边 然后这下面呢是四个点呢是可以是连接你的那个keyboard 然后它的运行的系统是Chrome OS 然后你拿来手上它就是个Tablet 就有不同的App 然后你需要一些,自己需要再增加多一些的Apps呢 你可以在Play Store去下载 然后它的分辨率也很清楚 大概是3000乘以2000pixel的分辨率 颜色也是很舒服的颜色 不会你用时间长了眼睛会疲劳 没有这个太大的问题 那它大体它原始配备的所有的那些Apps 其实看上去还是非常的熟悉的 大分就是Google的那些,像Gmail啊,Google Document啊,Google Drive啊 就是你如果经常用Google的话 它的所有的这些办公软件是非常熟悉的 有YouTube啊,还有一些什么Google Map之类 它所有配套的一些Apps 所以在你如果可能对这个系统不是很熟悉 但是如果你只要对Google 它的所有的应用成绩熟悉的话 上手来说还是非常快的一件事 那你看它这边呢,有一个前置摄像头 还有它的后置摄像头是在这边 两个摄像头好像配备的都是400万的像素 对我来说,一个平板电脑 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它的前置摄像头 因为你真的用后置摄像头拍东西的几率不是那么高 前置摄像头的话你会经常会需要用它来视频啊 或者开一些什么视频会议 所以前置摄像头的清晰度 以及它是不是广角是不是够 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一款它的前置摄像头做的很好 刚刚也试了一些自拍 觉得人像方面处理的也是很好 角度也很广 配备的是190度大广角 所以我觉得它前置摄像头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finish呢 是有点像mat finish一样 然后有点在日照光下面是有点泛蓝 不是纯黑的那种颜色 所以拿在手上还是比较的时尚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两个accessory 它一个accessory呢 就是它配备的这个有点像cover的一个键盘 这个键盘呢,网上的售价是259加币 稍稍偏贵 它其实touch上其实很方便 很容易就可以touch上去 然后它要这样支撑起来 也是可以任意角度支撑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还是ok的 然后呢 然后按键方面呢 其实也很舒服 你就如果真的是放在电脑上做一个平板电脑来说的话 打字方面也很方便 也很舒服 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笔 它其实说实话这个google pen做的还是挺好的 首先它拿在手里 样子也不错 这支是黑的 它网上是有两种版本 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你可以随便选 但是黑的来说配整一套会更加好 oh by the way 因为它这个tab 这个tablet呢 它是没有 就其他原色可以选的暂时 可能之后会出 但目前还是只有这个 有点泛蓝的这个磨砂色可以选 所以配备黑的笔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你配一只白的 还是稍稍有点突兀 那接下来再说回这支笔 它这支笔的好处 一个是它weight很轻 它不是那么很难握的一个支笔 然后它的粗细也是ok 也不会太细 而这支那个google pen 它好的地方就是拧开来之后呢 它里面是装一节4A电池的 所以就算你可能是一年没有用过它 或者没有怎么充电 你换一节电池照样可以用 这点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说一下这支笔 它其实说一说你在 因为它的触摸屏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它在用这支笔 稍微当鼠标要做任何事情 的时候画画的时候 它的触感非常好 反应非常的灵敏 所以这一点也是 我觉得这支笔挺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用起来 还是很顺手很方便的 那也有人会吐槽说 这支笔没有地方放啊 或者就比如说你要带出门的时候 很不方便啊什么的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 你像其他Apple Pencil 它也没有办法跟那个PAT Pro 放在一块啊 你三号都是笔得归笔放 然后PAT归PAT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那这一款呢它配备的是 酷睿i5的处理器 然后呢 8GB的内存以及128MB的储存空间 在你运行任何东西 即你看video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在处理就是多功能 就是multi-tax的时候 但你分屏处理的时候 它也不会有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操作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配置来说的话也是OP可以选的 那如果说你平时不需要那么多multi-tax 你选一个basic款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如果你需要存很多东西 或者要存很多影片啊 或者存很多document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往上选一点那个配置 所以这个可以完全取决于你的需要程度去选择 但唯一对大家来说一个很大的concern 就是它的价钱 所以比对于其他的产品 那我是会觉得这个keyboard在价钱方面 是稍稍有一点欠缺 所以这个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对于这个pixel slate的整体测评 那Dina跟你下一次在新的gadget review再见了 拜拜